這場民眾主席的利益廟 意願無關 但是這幾天已經在請館 特別是開放後六十五回以上 事大可以去住 現在要來對買住的人說 情侶這麼多 先生 有二十八給來的嗎 叫到賀美 準備要來住疫苗 第一步先要來瞭解身體狀況 還是沒有問題 就要來整理住宿庫 準備住宿 那打針的地方可能會紅腫 不用太緊張 三天後就可以退掉了 已經有經驗 每個便宜想要來住 疫苗的人可以說是罵罵罵罵 像有說是新發市 邦教阿東便宜 在要設一個六十五回以上的住宿庫 在拜三一早八點 就已經有百多人來接拜堆 便宜表示五月十號開始了 開放六十五回以上的民眾 來住COVID-19疫苗之後 這個疫苗的臨所是一直在增加 每一人都是罵的 尤其最近已經來新穩了 想要來住疫苗的人 增加是增加 因為疫情不是很樂觀啦 所以要先來打才有保護 想說疫情這麼嚴重 趕快來打才有保護力這樣子 民眾為了方議來住疫苗 不過在住宿後 留在現場觀察百點前才能離開便宜 疑心說最常常看到的副作用 是真是說人的感覺很小 還會發生 發酵胃寒大概有三成左右 那其實我們大家最擔心的是嚴重的副作用 但是到目前為止就只有我們醫院之前 有一個我們自己的同仁有那種 比較類似嚴重的過敏反應 那其他的打到現在我們大概累計打了四千人 目前看起來其他就還好 如果大家也關心 現在大家想要打第一波的AZ疫苗 兩個月之後 覺得有疫苗可以來打第二次 第二季我們有衛生局 他們是說中央跟他們說還會有新的疫苗進來 所以還是盡量打 因為其實目前五月底有一批 六月中有一批會到期 所以目前還是在盡量施打中 根據維護部統計資料 五月十一號為止 總共有超過十萬一千人 已經來出過疫苗 以現在又來說 有的三十一萬 這來說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未來有發動問題來處得 加多數量 還有加多種的疫苗 也是再來訪惡的重要關鍵 記者 張志祥 丹信龍 台北部